字幕繁星 字幕繁星 大概國文 今天要來講介系詞 這是詞性的第10步了 應該只剩下一步 那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前面的影片 介系詞呢 他大部分的時候呢 就是介在動詞跟名詞的中間 这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不会就把它讲得太复杂 我们都希望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变难 那今天这一部片呢 除了告诉你介细词的种类啊 用法啊 分判 然后到最后 到最后这边 到最后这里我们希望来稍微讲讲看 比较进阶的部分 介细词使用或判别比较进阶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础 介细词呢 通常是动词没办法对名词直接动作的时候用的 看看这里 我们如果呢 动词 我们上一次在动词这部影片里面有拍到 你想看详细的可以去看这部影片 动词如果直接可以对名词做动作 那这中间就不需要介细词 这种动词呢 我们说他可能用英文的讲法来类推 他就叫做 极物动词 如果今天这个动词 他是不极物动词 也就是说这个动词的后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加名词的 就很像一个男生他比较不懂得追女生的技巧 需要透过一个媒人婆 透过一个媒介 他才能够认识女生 所以就需要有人帮他们做媒 媒人 来当成一个媒介 我会建议大家这样来理解介细词 就更活泼啊 轻松一点 更有趣一点 接着往下看咯 我们要先来判断 有时候呢 它是 介细词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有大部分我们常用的介细词的那个字 那个字 同一个字 有时候当介细词 有时候当动词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习上面最困难 也最容易让小朋友感到困扰的部分 来看看左边这边的例子 我整天在家 这个在呢 你看 我是主词 家是受词 整天呢 代表的是时间 所以这个在呢 是当这个句子里面 唯一的动词 它是呆在 上面这个句子呢 我等你 已经有一个主要动词了 等 所以呢 这一个在 是当成介细词 指向我做这个动作的地点 我在家等你 所以这个时候 上面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在呢 是介细词 那在下面这个句子 没有动词的时候 这个在呢 当成的是主要动词 呆在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学校的大门 朝南 这里的朝呢 你看 学校的大门是主词 朝向着南边 这是寿词 所以这个朝是动词 这个朝呢 在这个地方是当成 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要动词 变成下面这个句子 的时候 学校的大门一样是主词 那有一个开着 是打开 所以这里的朝南 这里的朝呢 它其实是介细词的功用 朝向的是这个 南边这个方位 这里是动词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介细词在判断上面 对于小朋友来讲 会比较困难 但是了解了原理原则之后 它就会更加有感 那整个学习或写作呢 都会跳一个层次里面来 判断呢 有三个比较容易 操作的依据 第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动词啊 它能够肯定跟否定的叠加 但是呢 借词不行 我们来看看例子 它在宿舍 呆在宿舍 所以我们可以叠加一个否定上去 变成在不在 在 然后加一个否定 不在 好 就会变成疑问句哦 它在不在宿舍啊 这个句子行得通 那这个在呢 它就是动词 好 它写了几个字 在墙上 没错 那这个在就是界隙词 墙上指的是地点 那我们加上一个不在 来试试看 它在不在墙上 写了几个字 诶 句子很奇怪 我们就可以判定 这个在呢 它应该是界隙词 还有 再来第二个 我们来检视 宾语 就是受词的前后 是否有别的动词 如果有别的动词 例如说 他在宿舍 宿舍的前后 除了在 之外 没有别的动词 那这个在 应该当的就是 动词 很简单哦 虽然说 感觉起来 这一个 定义 有点困难 可是其实 判断起来 是相对容易的 再来呢 大部分的动词呢 后面会加上 住词 状态住词 可以加 所以你看 他给我 一块饼干 所以这里 他跟我 中间是什么 动词 这里只有一个动词 因为后面这个 一块饼 也是名词 所以这个给呢 是动词 所以你加上一个 了 应该没问题 他给了我 一块饼 他 给了我 一块饼 可以哦 那这里 他给我 买了一块饼 重点的 主要动词 是买了 所以他给我 就是他帮我 应该不是他帮我 他买了一块饼 干要给我 所以这个给 是介细词 所以如果我们 加上了呢 来判断看看 他给了我 买了一块饼 他给了我 买一块饼 这里 介细词的后面 如果加上了 就会很奇怪 可以用这三个方式 来判断一下 看看 这一个词 它是介细词 还是动词 那当然啦 下面我们介绍 有一些介细词 它是很明显的 你一看到它 就是介细词的 比较麻烦的 就是少数这一些字 同一个字 它有时当介细词 有时当动词的 比较困扰 我们往下来看看介细词 用来表 旗帜 方向 处所 时间 物件 或目的 最常见的这一种呢 是叫做 处手介词 表 处所 方向 在 于 从 字 由 朝 向 往 它走 台北街头 怪怪的 因为 这个时候 这个走 是不及物的动词 没办法直接接台北街头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介细词来让它更完整 它走在台北街头 表时间的呢 时间介词 有从 自 自从 有 打 在 当 于 它开始热身 从 20分钟前 失事介词 表示 失事者 就是 谁做这件事情的 他 击败了 再加三个解析词 被 所以谁 对他做这个动作 敌人 他被 敌人 击败了 受事介词 刚好跟上面这个 的功能 刚好 电到 表示 受事者 谁接受这个动作的 他 写了作业 替 孩子 这个句子感觉 很好玩 很好笑 但这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我真的遇过家长 觉得小孩怎么写 那么久写不完 所以他干脆帮他写了 家长担心孩子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他替孩子写了作业 所以谁接受这个动作 孩子 介细词的后面表示是受事者 那上面这个是介细词的后面表示是做动作 工具介词 表方式的 用 以 拿 靠 平 按 按照 依 依照 他 烤了一个蛋糕 依照了食谱 第六个 对象介词 他通常表示对象 那有时表示关系 对 对于 关于 治愈 他和同学 讨论 关于原游会的流程 所以讨讨跟流程中间加进一个介细词 表示关系跟对象 原因介词 因 目的 由于 为了 为 小明行骗 为了 钱 小明 为了钱 行骗 我们平常讲话的顺序 更倾向于把 为了钱 拿到行骗前面去 这个我们后面晚一点会讲 这个是前 至 词 就是原本应该要放在后面的介细词 加上目的或方法放到前面去 比 世界词 不要比较 比 最常用就是比这个字 小明 小强 懂得珍惜 跟谁比起来 小洛 比小洛 所以懂得珍惜的人当然就强得多了 不懂珍惜的就是弱者 其他 那最常见的就是表示排除 除除了 他喜爱中式料理 除了臭豆腐 所以基本上这个豆号应该是不要放会比较好 很明显就可以呈现出这里是一个介细词的用法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进阶的这几个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稍微分盘一下 妈妈 休息 在家里面 这我们最常见的介细词 后面 接的是一个名词 只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前置词 他把它放回后面去 就很完整了 有没有 一个动词 加一个介细词 再加一个名词 妈妈休息 在家里面 但这不是我们平常讲话的方式 把 因为我们平常讲话会习惯把后面这个重点 就是 拿到前面来强调 所以妈妈休息就不是那么 重要 相对的是 那个地方 在家里休息 不是在办公室休息 那代表妈妈今天比较特别 是在家里面休息 可能生病了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了 下面这一句也比较难分盘一点 小明 留下一张纸条 那 零走前 这个零呢 是介细词 这个走呢 是动词 这里就比较麻烦一点 说老师 那这个介细词 你不是说都加名词吗 怎么会加动词呢 我自己是认为 这个地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分盘的话 他应该是在走 临走前 这个时间点 他虽然说是动作 但这个动作表示是 做动作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要当成名词的功能 但这我还没有找到 就是确切的说法 我自己是这样分盘的 给你参考一下 在做那个动作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为的是那个时间点 再来呢 动兵 一个动词 加一个授词 加一个名词 这样动兵结构 他 当成每天的睡前仪式 当成是动词 每天的睡前仪式 每天的形容词 加一个 这一个睡前 加上仪式 当成一个名词 这里再一个形容词 加上一个名词 形容词 片语 变成一个 那个 名词来用 那 把 反省 自己 把 是介细词 很明显 因为这里已经有个动词了 所以这个把 是介细词 反省 自己 反省 是动词 自己 是名词 可是其实这里很简单的分盘 前面词性 你概念学的比较好的 你就发现 它这里就是一个动词 加名词的一个动兵片语 动兵 这个动词 加名词 这里整个当成一个名词用 所以介细词后面加名词 这是相对轻松 可以分判出来的 好吗 再往下 我们看一下主位 这里就是用一个主词 就是一个名词 加上一个动词 就用一个主词 加一个动词的主位结构 它可能也当成名词来用 越来越清楚了吗 妈妈 感到不可思议 所以这里是动词 那感到不可思议 怎么能不能 对语 是介细词 那后面这件事是什么 小名 是主词 是名词 当主词 能独立 将碗洗好 将碗洗好 可以洗好碗 将碗洗好 可以洗好碗 这也是一个动词 然后 独立 是副词 好 所以最主要是一个主词 加一个动词 一个完整的句子结构 它变成了整个名词来用 指的是能洗碗 这件事 有发现吗 对于小名能独立将好洗碗的这件事 它整个也是当成名词来用 所以妈妈感到不可思议 介细词 对于后面加的还是 介细词 后面加的还是 名词 基本上用这个方式来判断 那再复杂的句子 你好像都可以 略亏一二 好 今天介细词就讲到这里了 我觉得对你有帮助的 就欢迎你 分享 好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